外籍移工被抬上救護車 全身都是鮮血 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到了醫院經搶救 還是會天乏術 就是這名灰衣男子 駕車撞到外籍移工 現場一片狼藉 但看似單純的車禍 背後又牽扯出另一桩案件 我只知道他老婆 就一直沿著這個路一直走 一直走 外老騎單車一直萎睡 原來就是駕駛和妻子吵架後 妻子憤兒離家外出散心 沒想到他就被外籍移工尾隨騷擾 他一開始打電話給丈夫求救 在美工六階上要反家 看到丈夫的車趕忙揮手 但是老公沒看見 繼續向前衝 據丈夫解釋 當時他一邊跟老婆講電話 一邊開車在美工六階 靠近金美路的時候 因為沒有注意路況 不慎撞飛騎單車漏跑的外籍移工 啊 這裡開的 對 我不小心撞到 雖然說是講電話不慎撞上 但是其中卻有重重疑點 重視駕駛當時車速相當快 時速高達八九十公里 但是移工就在眼前 卻完全沒有踩刹車 而且騷擾地點和車過地點之間 只相差兩百五十公尺 而他經過老婆被騷擾的地方 只差三十秒時間 讓人質疑是否有蓄意撞人 莫言壓低不發異語撞死移工後 警方暫時依過失致死移送法辦 但也不排除男子為了追嫌犯 失受追撞 奏成移工死亡 但是不是示意還有待檢警 進一步調查 記者留起焦零秀儀 花蓮報導